曹操派弥衡到荆州劝降刘表 实际曹丞相想借刘表的手把弥衡给杀了 刘表没上这个当 他怕落了个害贤之名 所以就把弥衡给派到江夏皇族那儿去了 到那儿弥衡让皇族给杀死了 曹操得到这消息之后 微微一笑 我看弥衡啊 俯卢蛇剑 自取杀身之祸 你的嘴不厉害吗 看看今天怎么样啊 让人给杀了吧 弥衡虽然死了 可是刘表没来投降啊 曹操心里头不太痛快 这刘表不来投降还不说 他派了个人来 此人姓韩明松 他把韩松打回来干什么呀 到许多啊 来探听消息了 曹操耐着性 忍住了胸中这口气 还款待了韩松一番 而且封他为零零太守 赏了他好多礼物 汉松高歌姓声上 قال 曹操耐着下 惯冬 举兵 兵 以党 伊 甲 曹操 footprints 您想啊 如果您举兵去讨刘表 那就等于是舍心腐 顾手足 您不能舍得尽的去打远的 现在丞相的劲敌 乃是袁绍与刘备 应该先克刘备 灭袁绍 然后再图刘表不迟 曹操点了点头 这话说得有理 容我思之 你等我好好想想 曹操回到书房坐的这会儿 他在想 我不是不想打袁绍 我与袁绍力量悬殊的很大 他是兵多将广 粮草充足 恐怕我现在手下这兵啊 时程还敌不上袁绍三成 我该怎么个打发呢 曹操正在想着忽然连龙这么一条 由外边进来了一个亲随 丙承下 何事 有人求见您 什么人 是国舅董成家的一个家童 哦 曹操一愣了 国舅董成家的家童干嘛来见我呀 你没问问他有什么事情 哎呀 丞相 我们问了几次了 他跟我们是一个字也不说 说非得见着丞相民有机密大事相告 哦 快快叫他到这里来 遵命 秦随出去 功夫不大 由外边领进一个家童来 曹操一看 哎呀 只见这个家童砰头垢灭 满脸是血 衣服都破了 来到曹操的跟前 扑斧在地 跪儿就磕头 是想头碰地 丞相救命 呃 其一来讲话 谢丞相 这小家童站在那直哆嗦 曹操一看你怎么了 欺禀丞相 我的臀部让人打坏了 都不敢沾凳子了 哦 是什么人把你打成这样 赶快说来 欺禀丞相 是我家主人 董国舅 哎呀 曹操听着这声咒是咒没 心说这董承手也够黑的 干嘛把这小家童给打成这样 你闯了什么祸了 把你打成这样 我没闯什么祸 他说我偷了他家的东西 丞相我冤枉 你就为这个事情前来见我吗 不不 回禀丞相 我家主人不知为什么 最近经常有几个人来找他 他们常常在书房一谈就是深夜 有时候谈着谈着还哭起来了 我看我家主人经常拿出一块白绸子 让他那几个知心的朋友去看 他们还在上边写些什么 可能是为这个事啊 我曾在门前来回走过几趟 我家主人也许是怀恨在心 他才赖我偷了东西 昨天太医吉平去看望我家主人 他说我家主人病了 实际我家主人董国舅他没病 他吃的呀 比什么时候都多还 可能是装病 吉平去 他们两个又谈了个大半夜 谈来谈去 我就看那吉平亲自把自己的手指的咔嚓一口 给咬下来了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要谋害丞相您 我是特地牵来禀报 哦 曹操一听 国有此事 我 我绝不敢扯谎 我来问你 是什么人 常常到李家国舅府 并成像 由侍郎王子府 昭信将军 吴子兰 长水 校尉 虫及一郎 吴朔 还有西梁太守 马城 哦 曹操一听 这几人你记得挺熟 因为有时候他们一天去好几趟 我都记住了 我要把他们捉来 你敢当面对峙吗 冰丞相 我敢 那好 你暂且在我府中养伤 等我 把董国舅捉住之后 再封赏于你 谢国丞相 跪在那孤灯磕了个响头 曹操吩咐人 把这家童带下去 这小家童真的在董国舅家偷东西了 不是 他姓秦 秦叫秦庆童 因为有一天晚上啊 他和董成的爱妾 在暗处私语 就偷偷在那嘀咕了几句话 让董成给看见 当时就把秦庆童抓起来 给重则了四十 打了个皮开肉绽 然后把他给关在那空屋子里了 这秦庆童越想越恨 半夜的时候 他把绳索拧断 他就尤达府里跑出来 跑出来自己想我上哪去啊 哎干脆 我就把你董成 接交这些人 以及这些日子来来往往的这些事 我都给你告诉曹操去得了 他就跑这儿来 这董成不打他就对了 可不是吗 这不就叫阴小雾大吗 这家童跑了 董成还没理会儿 他家里边上上下下 使奴换杯 好几百口子 丢个一个俩人 那算什么呀 可董成半大也没想到 这家童跑到曹操相府里来了 曹操把这秦庆童藏起来之后 这宿叫他都没睡好 翻来覆去他在想 好你董成 哦 你们感情都在一块欠了名了 什么 还有一块白绸子 这白绸子上写的什么呀 我非把你捉住 我得看看这块白绸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曹操想着想着 他猛的想起来 哎 是不是 就是与天子赐给董成的袍带有关呢 我那天可在朝门前白堵截了他一回 那袍子是皇上给他的 玉带也是皇上赐给他的 我曾经把他穿的身上 那袋子我也翻了翻 什么也没看出来 嗯 很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好啊 想着想着 曹操想出了个办法 然后他就才咪了个盹 第二天 起来之后吩咐人把吉太医吉平给我请来 他请吉平干嘛呀 这吉平啊 是当时后汉时期一位名医 皇上有病啊 都由他来看太医吗 曹操为什么请他呢 因为曹操啊 有点病 他叫头风症 就是偏头疼 这个病还经常发作 找点急啊 上点火啊 就找上来 吉平常给他来看病下药 所以他吩咐找吉平啊 别人呢也不太注意 到那儿就把吉平先生给请来了 吉先生在家干嘛呢 正在那儿配药呢 配什么药 先好头顶红 吉平配这药干嘛呀 那不是毒药吗 那药吃了是立即蹊跷流血 当时死亡 哎 他配这药的目的就是给曹操准备 秦庆彤说的话是一点都不假 吉平啊 听说董城国舅有病 他来看嘛 董城 一看董城没什么大不了的病 眼睛啊 都红了 而且还微微有点浮肿 好像是哭的 他一问董城 一再追问董城就告诉他 说我呀 有这么这么一个心事 把那预待照也给他看了 吉平就在那预待照上 欠上了自己的名字 董城怕他走漏消息 办事不密 他为了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 誓死灭曹 这位吉一声一张嘴 糠糠一下 把自己手指都咬起来 就让那秦庆彤给看见 然后吉平这才告诉董城国舅 说您不用招这么大吉 董城一听 哎呀 吉先生 我能不着急吗 你想想 皇叔刘备已经走了 西凉太手马疼 也回了西凉了 西凉那边吃紧 他不回去不行 现在只剩下王子福 吴子兰 从机无数 我们这么几个人 朝天在一起商量 光是坐在这纸上谈兵 这哪年才能把这国贼给灭了 嗨 吉平听的这会摆了摆手 国舅 我说要杀死曹贼呀 用不着什么千军万马 什么事都甭废 您看见了没 说着话 他就腰里掏出小药包来 我就这么一包药 我就让他蹊跷流血而亡 曹贼经常患头风症 他不断找我看病 哪天他找我的时候 我在药里头单独给他加一味药 这不就完了吗 哎呦 董城听的这事 要给吉太医十大礼呀 吉太医把他扶住您甭管了 过几天您听好消息吧 吉平就回到家里配开了药了 他把这药刚配完 哎 今儿个曹丞相就派人来请他来了 吉太医心里这乐 好极了 活该此贼当面 吉太医把准备好了 药带着来这 一看曹丞相 吉先生不知道 曹丞相是装病啊 曹头躺在床上 你看 吉先生你来了 丞相 怎么 头又有点疼吗 哎呀呀 疼得我昨天一夜未曾可言 哦 丞相 您不必着急 我已经配好一剂良药 可以 出根 您把这药吃下去 您得头封兵 永远也不能犯了 曹子新说是啊 犯是犯不了了 我就归了天了 好啊 先生不用给我 针针末了 不用 我已经给您看过多次 您看 说着 那时候也不叫病例 反正也得留个根啊 什么毛病 怎么回事 得写在纸上啊 让他看一看 我这都给您记着呢 然后啊 点起火来 吉平亲自给曹子熬药 把这药熬好了的时候 就把那毒药撒在里头 霍弄了霍弄 他以为曹操没看见 那床帐 半喇帐帘 撂着半喇帐 挂着 曹操躺在那帐子里边 测眼 这么一看心 说呵 吉太医啊 真给我往药里头加佐了 哼 绝不能是呼叫面 反正这要喝下去 就是够瘦的 吉平端着这碗药就进来 来的床前 诚相 这药现在是温良不展 您把它喝下去 曹操呼的一下坐起来 把吉平吓一跳 吉平一想怎么 这会脑袋不疼了 其实曹操这回就没犯病 他一只手拄着这个床 一只手啊 轻轻的 一推吉平 吉平往后一闪身 丞相 这药不能再晾了 再晾凉了 就不好了 我不是让你再晾这药 我是说 吉先生你是读书人 你应该知道 君有记忆 臣先尝药 父有记忆 子先尝药 说皇上有病了 把这药熬好了 怎么办呢 这大臣得先喝一口 父亲有病了 儿子把这药熬好了 儿子得先喝一口 我们两个人相处得很近 你是太医 我是当朝的丞相 不是咱俩不错吗 今天你把药已经熬好了 在我没服药之前 你应该先喝一口 吉平一听什么 我喝 我喝完我就完了 哎 丞相说的哪里话来 您既然说跟我相处得很好 那我还尝这药干什么呀 这药我自己亲手配置的 再说您也不是吃过一次 您就把它喝下去 不 你必须先尝 呀 吉平就想完了 难道说 我要害 曹贼 他已经知道了不成 再不然 就是国舅的余代照 已经暴露了不成了 这怎么办呢 不容吉平三思了 干脆 我把这药给曹贼灌一下 就得了他一抬手 碰 把曹贼耳朵给抓住了 这真叫硬灌的 曹贼一抬手 啪 被药碗就打飞了 啪 这碗落在地上 刷啦一下 这药碗捉在地上 这么一撒丝隆 一股黄烟呢 紧跟着 好家伙 您知道这毒药多厉害得了 烧着那砖上一层炮 这时候吉平一看不行了 他一抬手在床头上挂着那镇宅宝剑 他想把那宝剑摘下来 被曹贼给刺死 这时候门外边那些武士就进来 将吉平当时拿下 曹贼分手一声给我打 重重的打 拼着啪的拼着啪的 哎呦 哎呦 这这么大呀 吉平手无伏击之力 被打的体弯腹 劈开肉绽 当时就昏过去 曹贼吩咐用水 把他喷了过来 渐渐的吉太医苏醒了 您再看这曹贼 他离开座位绕过桌案来的吉太医的跟前 用手一撩扑轻轻往下一扶身 滴滴的声音 他呼唤他 太医醒来 吉先生苏醒 连曹的手底人都不知道这丞相什么毛病 先说那您这么心疼就别打他了 吉太医睁开眼睛 强大精神 看了看 开始的看的不准确 怎么回事呢 迷迷离离 就看曹贼六个脑袋在他眼前直晃悠 吉平定住神 这才看出是曹操 我把你这十恶不赦的国贼 曹操没脑 反倒乐了 呵呵呵 吉先生 我不是在打你呀 你说这多可气 他把人家打得浑身上下都没好地方了 他说他没打人家 我怎么能舍得打你呢 你多次给我看病 你是一位先生 那先生济世活人哪 您给人家真莫看病 不知就活了多少条性命 虽然您不是出家人 扫地怕伤 楼以命 爱惜飞蛾 杀赵灯啊 可您也差不多 你怎么能够今天端着这碗毒药来灌我呢 不用问 后面一定有人指使于你 吉先生 你只要把这指使人说出来他是谁 我立刻将先生你送回家下 呀呀呸 呸 吉平张嘴就是一口 催了 曹操这一脸 哼 曹操一顶身 站起来 吉平指着曹操的鼻子 你曹梦德乃欺君网上之贼天下人 皆于奖耳杀死 何况是我呀 没有什么人指使 就是我 要用毒药把你药死 曹操这气 哦 你不招啊 给我打 又把吉平打了一顿 他怕把吉平打死 无法对证 吩咐人把吉先生压下去 然后曹操下了好多请柬 请来了好多文武 就连王子福 吴子兰哪 什么崇吉吴硕都给请来了 请来在这吃酒 他也经常请这些文武来吃酒 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酒之半憨曹操问大伙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孤酒难饮呢 就这么干喝没什么意思 那我可以给大家醒醒神 提提精神 吩咐人来将吉平脱料上来 功夫不大 只见几个武士压着吉平 吉平是相待长家身背锁炼 每走一步十分艰难 来到了这个厅前 他站都站不住了 扑通一下就坐在那 把中文武下的脸上是变颜变色 尤其是王子福 吴子兰 吴硕等人这么一看 哎呦 当时这几位就有点傻了 他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是如坐针毡 两个手有点发颤 举这酒杯都举不了了 用这筷子夹这菜啊 都夹不上来了 因为吉平在预待照上写了自己的名字 这几位知道 国舅董城跟他们说过 怎么吉太医今天会让曹操给捉住了呢 曹操告诉吉平 你看看在这酒席宴上有几个人见过那块白绸子 有几个人常常到国舅府去 你只要把他们指出来 我立即将你释放 吉平头也不抬 扔就是破口骂国贼 可曹操这几句话呀 把王子扶几位大臣吓得真魂几乎要出窍 他们真怕这吉平站起来说就是他 这可就要了命了 人家吉平一个字没有 别看吉平只懂文不会武 别看吉平胳膊那么细 那真是蒸蒸铁骨 刚强伯 曹操一看你不说不是吗 给我打 哎呦 吉平的身上都没地儿下棍子下鞭子了 突然间曹操想起来 对呀 吉平曾经咬过手指头 十个指头剩九了 我得问问他 吉平 吉先生 你为何少去一指啊 十个手指头你怎么剩九了 吉平响亮回答 我是摇指为氏 是杀国贼 曹梦德 来 将他与我压了下去 曹操吩咐把吉平先生给带下去了 这顿酒席散了之后 哼 曹操把这人都送走了 唯独就把王子福 吴子兰 吴朔 崇击 这四人给留下 单独摆了一桌 咱们几个接茬再喝会儿 这几位哪有心思喝酒了 那酒啊 都顺着大梁谷下去了 他们恨不得一步就离开了曹丞相的府地 但是走不了 这一桌单独摆在了紧格之中 曹操跟他们喝着酒就说起来了 就问起这块白仇子了 你们都跟董成说些什么 这几个人把牙关一咬啊 一个字没有 就知道晃愁 嗯 丞相 我们不知道这事 可不知道这谁跟您说的 什么白仇子 我们没看见过 这董成国就那倒是常去 因为这玩意儿人亲戚有远近 朋友后保啊 我们跟国舅相处很久 所以爱串个门什么的 别的没有 曹操一看好 你们不是不说吗 有你们说话之时 吩咐人来 把这几个给我压聊起来 全都给看起来了 第二天曹丞相吃过早饭之后 带领武士 奔董成府 前来探病 董成一听什么 曹操来了 这见不见呢 不见不行吗 要见 他为何突然而至 想来想去 还是得硬着头皮出来接 哎呀 不知串相驾到有时营养 当面恕罪 岂敢 国舅 曹某来的鲁莽 国舅 您得多多海涵 串相 此处不是讲话所在 请到厅中一叙 有劳 有劳国舅 头前 带路 曹操说着话 这眼睛就死丁丁的瞅着这董成 把董成瞅的那头发根子一劲发炸 他把曹操给陪进厅堂 吩咐人打茶 不知串相驾到有何吩咐 国舅 我听说你身体不爽 是特地前来探病 哦 不敢当 我是身有小样 偶然疯寒 董成 说我呀 得点小病 就是感冒吧 没什么了不得 怎么还能惊动串相您 曹操冷笑了一声 呵呵呵呵呵 不是什么贸然风寒吧 恐怕国舅得的是 忧国之政 你为国担忧 东成一听心灵暗暗打了个冷战 曹操这话里有话 呈想 您这话是 听说您找来几家好友 曾经以白眷而逝 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 能不能将此卷献出 曹某一看 哎呀 程家 没有什么白卷 您这是听谁说的啊 东国舅 你还想狄赖不成吗 来呀 将秦庆彤带了进来 他吩咐一声 就把那个家奴 秦庆彤给带进来 董成一看这家奴 这脑袋 嗡的响 差点晕过去 他知道自己把这家奴打完之后 给锁的空屋子里头 这一家半夜跑了 他没理会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万没成想 他跑到曹操那儿去了 啊 该死的奴才 你在丞相跟前说些什么 秦庆彤一看 有曹操给他做主 现在他主人问他 他也不怕 这一看 曹操正冲他地眼色 那意思说 不要紧由我呢 老爷 实话告诉你吧 我跟曹丞相 把什么全都说了 你跟你那几个好友 在紧格之中 经常在那摆弄一块白绸子 我已经看见多次 我奉劝你赶快把他献给丞相 求丞相昆恩饶你不死 又把董国舅给气的 好你这没有天良的奴才 他伸手抽宝剑 要把秦庆彤给杀了 曹操望其挺身住手 现在这秦庆彤不是你的家童了 是我的人了 这还了得 把秦庆彤带了下去 然后曹操吩咐 把秦庆一压上去 哎呦 董国舅一看吉平 那心都要碎了 可是吉平啊 连一眼都没看董城 曹操问他 吉先生 你用毒药灌 我是不是董国舅的指使啊 吉平摇了摇头 我已经多次告诉过你 我杀国贼无人指使 就是我自己 那么你为什么食指缺去一指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是断指 为氏国贼 就是要杀你 曹操一听好 来人哪 向吉平双手砍下 把那两只手给他砍起来 吉平听到这声 大叫一声 住手 我挺行不顾 愿意招任 能不能把我夹锁去掉 哼 曹操一听 那算得了什么呀 你还跑得了吗 扯下夹锁 把吉平身上的夹锁撤下了 这时会董城站在旁边 心头突突乱跳 他以为这回可完了 吉平要招了 干净不是啊 等把夹锁撤完了 吉平朝着太庙大败八败 然后 噗的一声 一头创死在石阶下 曹操吩咐把董城拿了 这把董国舅就捆起来 随后曹操派人到董国舅的房中去搜 把那一袋照搜出来 曹操一箭血照 哎呀呀 气得他三十人抱条武林 豪气飞空 他大叫一声 手铁宝剑 只闯皇宫 他要费献力 令立新军 费献力 不发动 穿过来